A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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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 分量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框可能要用到A土跟B土各4克 如果说各位在 你自己在做一个大小 不知道要用多少金钻土的话 测试的方式就是 你先取其中的一款 A土或者是B土 取B土 B土比较不会粘手 全部都是B土 然后试看看这个大小大概要多少份量 那称完重量之后再把它分成两等份 一份就是A土 一份是B土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把A土跟B土 充分的融合 把它两个 扑在手上 就是 手指搓揉 因为今天两个颜色不一样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没有充分的融合 那可能你放在手掌心上揉 在手掌心上这样揉 可以 那因为我因为不方便 所以我就用手指指付 它稍微会粘手 没有关系 充分的揉合 好 揉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垫子上面 稍微的把它弄成椭圆形 稍微的椭圆 这样子 那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框里面 那不要让它溢出这个表面 那个框外 就是让它维持在框内 那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圆弧面 我们让它尽量就是 不要一边高一边低 那如果你不要这个效果 它是凸起来这么凸的话 可以减亮 那像这样子 我们稍微左右 前后都检查一下 就是让它确实的 有跟这个外框结合 而且看起来像 就是这个幅度上 没有很明显的落差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天然石 在这个正中间放上去 放上去的时候 然后就是尽量稍微往下压 这个天然石放进来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放在尽量让它是在中间 让它的这个四边都是差不多大小 不要差很多 那你轻轻推它 现在是可以移动的 因为我现在是悬空 所以比较不好撕做 那各位做的时候 就是你稍微压的时候 你会发现旁边的土跑起来了 那我们要把它推回来 要让它贴着这个天然石 让它依附在这个天然石的旁边 有一点点天然石比较下去 然后这个土再把它推回来 包覆起来 那我们让这个四周围的那个范围 都差不多一样 我要离开画面了 像这样子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旁边的土 推回来 让它就是贴在这个天然石旁边 不要让它觉得就是天然石旁边的土 是比它高 有一个凹槽 那我们要让它顺着 顺顺的依附在这个天然石旁边 这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把那个金钻 那个尖底钻放上去 放的时候我们会有七颗这个浅色的浅色的浅色的这个脚尖底转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就像这样子 就是那个黏在底板上面不要再拿起来 像这样子我们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中间一颗七颗 我们先把那个浅色的放上去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钻就是一颗一颗先摆上来 摆一个大概的位置 不要一次压到底 等把七颗位置都放好之后 再来压 像这样子就是我们把七颗的比较大的钻 其实我们在放这个金钻的顺序 就是最大颗的先放进来 然后由大而小 像这样子的话 我把这个刚才七颗的部分 我由这个中间线 中间的地方先放进来 然后再开始慢慢往外延伸去做 这样子你的距离比较好抓 我们把位置都放得差不多的时候 你觉得OK了 你才来把这个钻往下压 那压的时候就是要垂直的 不要由侧边 就是钻跟金钻图 那个面是垂直的 垂直往下压 如果你觉得那个位置不OK 趁还没有往下压之前 把它调整好 但因为它有一点小 不是很好做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大开 因为它只是一个亮点 让你的作品看起来比较亮 这样子而已 我们还要放其他颜色 那在视觉上看起来这个地方比较凸 我们就可以用指腹在上尾的压一下 趁现在还没有全部放转的时候 应该是在你还没有放转的时候就要先把它拍好 因为我现在因为拿起来的关系 所以它立起来的关系 所以它有一点点脱离底部 各位在做的时候是放在桌面上做 通通不要拿起来 像我刚才这样子倾斜之后 这个地方就跑掉了 它就浮起来了 所以我就要再把它往下压 会影响到作品 所以各位就是放在桌面上 通通不要离开 直接这样子做 然后再把剩下的把它补在缝隙 没有规则 不要有规则 因为有规则就觉得很带板 看起来比较实板一点点 那我们如果不规则的放的话 它会看起来比较活泼 都是先大概摆着 等你觉得位置差不多之后 再来把它往下压 一颗一颗把它摆上去 那我们可以先做一面 然后等一下再做另外一侧 这样子 就这样子 覺得哪裡比較空就往哪裡擺 覺得差不多的就可以把它往下壓 那壓的時候就按照順序來 不要漏掉哪一顆 因為最後我們還要拿起來檢查 最後一定要拿起來檢查 我們可以把整個拿起來檢查 看哪裡有沒有比較空 每個角度都要看 那做完一面再做第二面 做完這一側之後 我們再做另外一側 那那個金鑽的部分 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夠不夠 應該是夠 因為給各位七十幾顆 七十顆的話 這個用不到一半的 我現在才放二十三顆 所以可以再放密集一點點 因為有七十顆 像這樣子就是我們已經在這個天然石的周圍都已經補上這個尖底鑽 好 那我們就是視覺上我們是會是從這一面看 我就把它立起來 視覺上從這一面看 所以就是你除了要檢查這個整個視覺上的效果之外 還要稍微就是結束之前 在這個土快要乾之前 一定要把這個每一個尖底鑽確實的檢查一次 看看有沒有就是服貼 沒有的話 最好就是每一個都再重新的固定一次 稍微這樣用牙籤稍微碰一下碰一下 讓它確定是有密合 有在那個金鑽圖裡面 那像現在我們順便檢查一下就是這個邊 這個底座的部分像剛才我有拿起來的關係 所以就是我有立起來 所以它有一點脫離 那再推回去的時候這個土就跑出來 那這樣子視覺上會到時候完成的時候 它會比較不好看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把它切掉 或者是把它弄回去 看能不能讓它縮進去 不行的話就是把它稍微拿掉 盡量讓它在正面上是看不到的 稍微往內推 趁它還沒有乾的時候 好 那在正面看起來比較不明顯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在帶的時候 從正面看不明顯 這樣子就OK 就不要讓視覺上感覺 就是它有一點點那個突出來的東西 那上面中間這一塊我們有貼鑽 是因為我們最後會做螺旋把它覆蓋起來 所以這個地方我就空一小塊沒有貼 沒有貼鑽 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貼滿也可以 那就是還有一個訣竅就是 因為我們看到的會是這個正面 所以這個旁邊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讓它有轉 這樣子的話 你從正面看過去的時候 它會比較亮一點點 好那 這是隨個人喜好 那就是這樣子放著 放一天 明天晚上 如果你是今天晚上做的話 明天晚上 我們讓它放靜置24個小時 24個小時之後 我們再來 將這個最偶的部分做結束 那 基本上它兩個小時左右就會乾了 但是我們不要冒險 我們要讓它整個都乾了才拿起來 就這樣子靜置 但是我們可以在哪裡 我們可以做完那個時候 我們可以做完結束 我們可以做完結束 我們在這兒